资本主义商品活动的一个 这样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是计算的合理化原则 是计算的合理化原则 所谓计算的合理化原则 这个资本我们知道 这个马克思在资本认里面分析 这个任何的资本 这个资本呢 它是要进行交换的 进行交换 这个交换是怎么可能的 这个交换如何可能的 我有复杂劳动 有简单劳动 这么多劳动 我怎么去进行交换 我一个复杂的劳动者生产 比方说一个价值很高的钻石 我怎么去和你这个最简单的 这样一个劳动 去进行这个商品 去进行交换的 比方说我直接生产出来的 一个这个衣服啊 这个桌子啊 这样一些简单的东西 我怎么去进行交换呢 他说有一个什么 我把所有的职都把它消解 把它所有的职都消解 本来这个商品里 这个是价值啊 举个很简单的 我们讲哲学课 跟那个做广播体操 肯定是不能够 那个体育课的做健美操 肯定是不能相等的啊 不能相等 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 这个是职上不同的 这个职上是不同的 我怎么去消解它呢 全部转化为量 把它变成一个计分 这个是多少分 那个是多少学分的啊 我就把它什么 全部转化为一个平面 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值是一个立体的 我现在把它全部平面化 变成一个数量关系 变成一个数量关系 这个数量关系就形成什么 可计算性原则 所以我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啊 交换如何可能的 就是在于什么 我要把它所有变得可疑计算 所有东西都要能够计算的出来 如果你这个东西是不能计算的 我一定要把它转化为可计算的 如果不可计算 我就没办法交换 所以他就认为商品生产 整个支配商品 这个生产现象的一个根本的原则 就是合理计算的合理化原则 那么这个计算的合理化原则呢 它说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 这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把一切社会活动 就转化为量的标准 所以它的值是没有的 你看不到任何的值 它只有量化 我们讲论文 这个论文啊 好的论文和那个不好的论文啊 它的值上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但是我们现在全部用那个计分 权威杂志多少分 核心杂志多少分 全部转化为一个量化的这样一个标准 量化标准 所以它说所有都放在什么 把所有的转化为量的东西什么 就把所有的你世界上种种东西 放到同一个水平来衡量 你不管你是简单劳动 复杂劳动 我最后全部什么 通过一个平面上 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衡量 所以它说资本主义啊 只有把这个生产的各个环节 都形式化标准化 变成可计算的东西 所以你才能有效的控制你的生产 控制你的生产和市场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没办法去控制 我都全部把它放在这个量上 用这个现在现在发展可以用计算机来计算啊 全部都给你计算 所有东西你都放在这个量上 所以它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呃 支配它的原则的第一个特点 那么从这样一个特点上面 就产生出什么 也就是说你数字化和量化的结果就是什么 直接性 直接性 就是说把商品交换当中 作为中介性的物质 变成了直接的对象 中介性的物质是什么 是背后的这个物质物无交换 背后的社会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 但是我现在把它全部变成了一个直 这个一个平面 变成了直接的对象 那么这就是社会的一切活动 生产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国家的情势 以及精神的创造 都服从物的生产 所以你的这个机构的建立 你说这个官僚体制它怎么产生的 它是和你这个物的生产要求是相对应的 那么你的这个思想意识结构呢 它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所以纯粹量的区别 在意识结构当中啊 它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区别 这就是西方马制主义啊 为什么要批判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把你这个精英文化全部消解了 把它全部所有的文化放在一个平面上 比方说我们的歌唱家本来它是个艺术家啊 就变成谁都可以去唱 我那个嗓子好的嗓子不好的会懂艺术的不懂艺术的我都可以 都可以上去唱 它就把你这个大众文化了 就把你这个精英文化全部都给消解了 所以他们在这个大众文化的批判当中啊特别强调这个艺术 强调艺术 为什么呢 艺术是什么 是一种创造性的 而你大众文化是非创造性的 非创造性它是瓦解这个精英文化的 所以这样东西就说什么 你在这样一个当中 国家的形式精神创造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变成了一种量的东西 它们之间只有量的区别 而没有值得区别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数字化和量化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把整体式成了碎片 把整体式成了碎片 也就是它的片面化 片面化 那么这个片面化表现为什么呢 它说把整体式成了碎片 所谓整体是什么 它不仅仅是客观的东西 它包括人的尊严 人的价值 人格的东西都应该在里面 而你这样一个所有量化的东西是什么 把它编成了量化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什么 把人的这个 它说啊 把这个功能的劳动力和它的能格分裂开来了 分裂开来了 就说个别官僚的荣誉和它的责任感分裂开来了 从事精神创造人的聪明才子和它的个人有机部分分裂开来 等等 就说所有你能的创造都不是一个精神的创造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机器生产的一部分 我都要服从这个物的生产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 服从你物的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 我做论文是为什么 为了评价 为了求分是吧 把它这个创作的这样一个目的给消解了 给消解了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使你的整个的国家体制 和你这个官僚阶层的体制 是为了适应这样一个物化生产的一个需要 那么同样的你的精神的产品也整个是从属于机器生产系统的 所以这样在劳动当中 人和社会的关系就被分离为一些孤立的抽象的原子 抽象的原子 他说这样一种特点 这三个特点 计划合理化原则的这三个特点 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三个特点 渗透到意识当中 渗透到意识当中 就形成了一种直接性的思想形式 形成了一种直接性的思想形式 这种直接的生产形式呢 就叫物化的思想形式 就叫物化的思想形式 所以他说在这样一个思想形式当中 意识不是通过商品的中介货币来揭示人的生产关系 人的社会关系 而是作为中介物的货币当作表现全部的唯一的对象 这个是讲的什么意思 本来这个货币是一个中介物啊 别人通 就是说人啊 他是通过这个中介物来反射中介物背后的这样一个对象和关系的 是吧 人和人的社会关系 他说现在什么 这个人的思维啊 他不是把他作为中介去透视这个中介背后的东西 而是什么把货币就作为唯一的对象 我的所有的目标都是货币 都是为了货币 所以呢这样货币啊 就成为了什么全部的唯一的对象 所以这个卢卡奇呢 就用这个来定义物化思想 他说物化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商品的特征也就是可计算的抽象的数量方式 在这里以最完整的形式显示他自己 物化的思想必然把它看作一种形式 在这种形式当中呢 他自己的真正的直接性变得十分明显 作为物化的意识 他不想超越这种直接性 相反物化的思想所关切的是通过科学化的完善化 使这些有效的规律永久化 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的体系不断的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 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 物化的结构就逐步的越来越深入的 更加致命的更加明显的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 就是说在人们的意识当中除了货币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只有一个量的程度 也就是说归结起来物化的思想特征就是它的直接性 那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物化的思想就是一种片面的非总体性的思维方式 非总体性的思维方式 他认为这样一个物化的思想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它可以说存在于各门科学当中 比方说古典经济学 法学 历史学 社会学 政治学等等科学 都表现了思维的片面性 都表现了思维的片面性 而物化思维的最高表现就是哲学 那么这样一种哲学呢 就是我们称之为近代哲学的东西 近代哲学 他说近代哲学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物化的思维 最高的表现形态呢 我们知道近代哲学 他说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数学物理的规律 作为思维的基础 所有的思维 不管人的精神 什么现象 生命 全部都是什么 用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 数学和物理学的规律来衡量 来衡量 它是什么 非历史的 本来人的精神现象 它是一种历史的 是一种精神的 就是说你物理的 数学的 你能 它肯定 就是说人的这样一个 包括它的生物 化学 物理 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 人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但是人的精神的那一个部分 是你没办法用这个 就是精神创造那个部分 是你没办法用这个 物理的运动 化学的运动 这样一些自然科学 生物的运动来说明的 而你这个自然科学的 近代哲学呢 仅仅想用数学的 物理学的规律 作为理性的基础和内容 用因果关系 结识所有的现象 把理性认识等同于 把这个理性啊 等同于认识认 这些都是物化思想的表现 所以整个近代哲学 作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哲学 所呈现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整个认述 呈现的是什么 是一种物化的思维方式 物化的思维方式 由于这样一种哲学 所以在这个时代 它的经济学 它的各种科学啊 呃 都是一种物化的思想形式 都表现物化的思想形式 所以呢 它在分析近代哲学的 物化思想的特征啊 是反复强调这一点 它说这整个这一时期 最突出的特征 即使在最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看来 也是天真而武断的把形式的 数学的 理性的认识 从总的认识 也就是从我们的认识 等同起来了 所以他说 这种物化特征的实质 就是以物理 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规律啊 来说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现象 特别是解释人的生命活动 所以这样呢 它就必然会产生矛盾 它说这个德国古典哲学 比方说从康德到黑格尔 他看到了这样一种内在矛盾 就是看到内在矛盾 就说你这样一个哲学啊 你是没办法 就是说是没办法揭示这个实践问题的 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实践问题 但是由于近代理性主义的 这样一个特点所决定 所以他们的实践本身 就存在着二律变反 所以他们不能解决啊 他们的这个近代哲学的 这样一个矛盾 这样一个矛盾 所以他们也陷入了 这样一个二律变反 他说这个康德呢 是很明显的啊 很明显的 那么就是黑格尔 在他的这个思辨的形式当中啊 仪途实现 从认生到实践的这样一个 实践的这样一个转向 但是呢 他也没有完成这个转向 还是在这个精神的这样一个 绝对精神的这样一个 逻辑抽象中啊 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思想的这样一个历程 思想的历程 所以他说和这个黑格尔的哲学不同 马克思哲学呢 就实现了从存在问题 和它的意义层次 到历史现实和具体实践的转换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认为啊 要讲马斯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 仅仅讲它是有实践意义的 还是不够的 而必须什么 要把实践上升为一个历史的范畴 就是讲实践呢 作为一个哲学范畴 它的历史范畴的意义 我们还不能讲 你从认识的讲去定义实践 你是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哲学 和近代哲学 包括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区分的 那么你要理解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哲学呢 就必须要以历史来规定实践 就是把历史提升为一个实践的范畴 那么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 作为一个重新的改造和理解 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理解什么叫马克思哲学 那么才能理解 这个从近代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转向 无产阶级意识的这样一个逻辑进程 是从哪儿来的 所以这就规则为什么 要对实践啊 进行一个研究 所以他就提出了什么 对实践啊 对实践啊 要做一个中介性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和如果说近代哲学 它是一种直接性的思维形式 就是说作为物化的思维形式 是一种直接的思维形式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他说实践 作为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一个实践的这样一个思维形式 它相对的表现为一个什么 中介性的思维 中介性的思维 所以马克思的实践的思维形式呢 是一种中介性的思维 什么是中介性的思维呢 他就说所谓中介性的思维啊 就是与直接性相对的思维形式 直接性相对的思维形式 讲作为直接的 作为和直接性相对的思维形式 他认为中介性啊 不完全 并不完全抛弃直接性 而是把直接性作为什么 整个认识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 一个阶段 一个环节和一个阶段 这就是说什么 中介是对直接性的否定和超越 就是在你这个认识环节当中啊 既有直接性也有中介性 你这个直接性呢 是依靠中介的否定啊 而实现的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中介性的思维方式啊 它包含着直接性和中介的 这样一个辩证的关系 这样一个辩证的关系 它把这个关系呢 它认为啊 这两极 就是直接性和中介性呢 对待现实啊 对待客体现实所采用的 这样一个相关的互补的方法 它是支持一个方面 而且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一种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关系 辩证法的关系 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呢 它强调啊 它说这样一个关系 它所包含的这样一个思维形式 是什么 它把它开括为四个特点 就是我们如果分析啊 开括为四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强调啊 中介性的思维 是辩证的总体性的思维形式 辩证的总体性的思维形式 这个思维形式呢 就是包含着直结性和中介性两个环节 也就是承认了 直结性和中介本身就是辩证过程的两个方面 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存在于理解它的认识中的每一个阶段 不是说它通过中介有一个直结到中介 中介到直结的这样一个阳气 而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同时包含着什么 直结性和中介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对立和相互阳气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什么 它不是一个同一性的思维 而是一个矛盾的 而是一个矛盾的 但是呢 它认为这两个环节啊 在认识当中的地位是不等的 就是中介是对直结性的超越和否定 是思维形式当中的积极的轮动的方面 也就是说直结性是被动的 而中介呢 是一种积极的轮动的方面 中介是积极的轮动方面 也就是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否定的方面 如果我们把它说出来 就是说简单归结起来 就是说它包含任何一种思维里面 都包含肯定和否定两个环节 两个环节 而否定呢 是它的一个最能动的方面 也就是说是作为这个哲学的批判的方面 批判的方面 你这个思维当中 它不是一个非批判的实证的 刚好是因为它的中介性 因为它的否定 而形成了一种思维本身的一个内在批判性 内在批判性 这是它的这个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它强调了 它说中介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总体 经验主义的总体 它说物化的社会结构 使中介成为现实 成为历史本身 也就是说呢 历史的现实性 只能在一种复杂的中介过程当中 才能实现理解和描述 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现实的历史过程呢 它是在什么 否定的环节当中实现自我的 否则呢 如果没有否定就没有过程 就没有过程 就没有发展 所以它是强调这样一个过程性 那么这样呢 它说从这一个出发 它说中介性思维呢 就把中介当作认识的主导方面 这个是很对的是吧 整个历史过程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以这个中介 也就是说以它的否定性方面呢 来推动它发展的 那么同样的和这个同样的 那么思想的方面呢 也是通过否定这个环节 否定这个环节 也是通过中介这个环节啊 而发展的 发展的 所以我们讲的现实的具体性 讲的现实的具体性 它讲的是什么 作为认识的根源呢 它必然什么 就是讲的以中介 那么这个中介它使什么 使你的思维走向了具体的总体 具体的总体 所以这样呢 就是刚好啊 它就强调了这样一个 经验主义的具体的总体性 它说这个近代哲学啊 之所以不论是一个直接性的 它是什么 它把这个思想和现实啊 当作一个分立的过程 整个哲学只是思想形式的 我们像做数学题一样的 所以它用数学和物理可以看过出来 做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我们可以从它的概念里面理解什么 这个概念里面推到什么 黑格尔的从直可以推到量 量可以推到度 一个一个都可以推到 就是它可以形成一个概念的演绎 但是如果你有中介性思维的话 它是不可能让你这样 一直按照那个逻辑演绎的 它会以这个中介什么 打断你的进程 使你从什么 就是操除你的思想的范围 概念的范围走向现实 走向现实 所以刚好就是这样一个 中介的这样一个过程 作主导它就走向了一个经验的这样一个整体 经验的整体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就扬弃了什么 作为经验主义的总体 它是扬弃了这样一个思想的直接性和片面性 思想直接性和片面性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它强调 中介是对直接性的超越和否定 也就是说这种中介是一个人动的功能 也就是说中介呈现的是社会整体的结构 整体的结构 它是非直接性的 它一定是整体的 也就是说它把本质 内在矛盾都解释出来了 都解释出来 那么第四个它说中介它作为什么 主体的立场指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所以这就形成了它对无产阶级 阶级意识的这样一个研究 阶级意识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就是它写的这个阶级意识 历史和阶级意识里面 特别强调对阶级意识的这样一个定义 这样一个定义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